Hi 大家好,歡迎來到頻道,我是Huan 作為一個PC硬體的愛好者 我的夢想就是有一天可以跟電腦結婚 沒有啦,我的意思是能跟電腦硬體有著更深度的連結 希望能探索這個浩瀚的知識之海 而電腦硬體的終極目標,就是伺服器電腦 這是一個比家用電腦更加專業,性能也更加強大的領域 每當我看到一些伺服器機房的照片 這種龐大數量的硬體堆疊在一起的畫面,真的是特別療癒 那在我的印象中,我唯一一次可以近距離的接觸伺服器硬體 是在2020年的CES展上 我就在機架的攤位那裡,見到了大型的機架式伺服器 那也是我夢寐以求的床墊 雖然我發現那時候跟我介紹的人員,好像不太想拆小我 不過能親眼見到這種硬體,我依然是非常滿足了 這也歡迎各大廠商,可以邀請我去參觀你們的伺服器機房 我也非常感恩的 那其實我在幾個月前 因為我預計想組一台個人的家用伺服器 所以就入手一張主機板 也就是大家眼前這個 來自技嘉的C246W4伺服器主機板 雖然我還是想辯解 當時是因為平衣鞋加上暫時性失明 導致回過神來,我又不小心下單了 但這種套路用多難免顯得老套 所以這次我改為我的硬體撐硬性癲癇發作了 我控制不了我的手抖狀態 願望按取消單又不小心按成下單 還麻煩大家見諒 那今天主要就是帶大家看看 像這種伺服器定位的主機板 跟我們一般的家用主機板,有甚麼區別 那就我們趕快繼續說,再來開始 那在聊主機板之前 我想我們還是先來聊聊這個C246晶片組是甚麼 它其實就是主機板上的晶片組 跟我們時常看到的Z490 X570以及B460等等 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C246是定位給伺服器領域的 所以一般人通常是不會去接觸到 那我們看到C246的詳細規格 它是由Intel所發行的晶片組 採用Coffee Lake架構 也就是跟我們熟悉的89代CPU 留著相同的協議 像CPU的廠家不論是Intel或是AMD 他們都有去劃分出消費級 以及伺服器級這樣不同的產品線 以Intel來說 消費級的例子就是我們常見的Core、Panteon、Serum系列 而伺服器級就是Zeon 那AMD的部分 消費級是Ryzen、Azion等等 伺服器級則是Epic 之所以要去做區分 原因在這兩者的客群 他們的使用需求是截然不同的 像我們一般的使用者 我們追求的是一個可負擔的價位 可應付個人使用的性能 它的規模小單功能齊全 能夠滿足大部分人的作業需求 所以重點在於它是針對個人使用來設計的 而伺服器級的硬體 則更著重在一對多的服務上 提供檔案文件的存取 或是處理來自不同的使用者多而繁雜的指令 以及作為數據運算的用途等等 所以伺服器會更加著重在它的管控性 處理器的多工運算性能 甚至是穩定性 以及能否為大型企業提供整合等等 所以兩者的用途上 是存在明顯的區別的 那我們回到C246晶片組上 同樣是Coffee Lake架構 而消費級的晶片組就是Z390、B360、H310這些 而C242以及C246則是伺服器級的 跟消費級最大的不同 在於它是能夠支援Intel的Zeon處理器 Z390那些是無法支援的 其實在以前的時候 這些平台是有通用性的 比如我們常會看到二手零件上 有人用Zeon的E3-1230 V2 裝在H61或B75這種消費級的板子上 因為架構僅腳位相同 加上那時候Intel是我默認開放的 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 那時候的Zeon E3 有著筆尖Core i7的性能 但在價格上卻又更加便宜 所以即便是傻瓜也知道要選Zeon性價比更高 而這樣的現象 就導致了那時候的Zeon 去粉絲到Core系列的市場 所以後來Intel才將這個相容性給封鎖掉 讓Zeon怪怪的待在伺服器的主機板上 別再來消費市場抽熱鬧了 即便後續也有人成功的利用刷BIOS來破解 使消費級主機板可以支援Zeon 但因為Zeon的處理器數量不多 而寫價格又貴 就算換過去意義也不大 所以目前已經很少人這麼做了 有時候廠家在商業利益上的考量 總是會泼硬體愛好者冷水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會說以前的硬體 可玩性高很多的原因之一 那再來我們看到C26晶片組的規格 來跟Z390對比 其實仔細看一下你會發現 除了C246的支援Zeon之外 兩者在細部規格上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TDP通常都是6W PCIe通道都是24條 以及都支援USB 3.1G2等等 C246仿佛就好像是不支援超頻的Z390 但說多有兩個SATA上的支援 最多可以有8個SATA 不過當你在繼續往下對比的時候 那個差別就開始出來了 在進階技術以及安全可靠線的列表裡 就有幾項是C246支援 但Z390不支援的 像是這個V Pro平台的合格性 對於伺服器來說就很重要 等等我們還來談到 那其實這些更細部的功能 老實說我自己也不是很了解 如果我相關領域的朋友們 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所以說這個區塊 才是明顯的劃分出C246以及Z390的區別 C246對於伺服器領域所需要的功能 會更加齊全 這讓我想到當我們在配電腦的時候 假如我想配個i5 那它可能會有i5-10400 以及i5-10500可以選 通常二選一的情況下 我們會比較傾向於選擇10400 因為價格更加便宜 而兩者的規格基本相同 只有頻率差距0.2GHz 對於性能影響不大 不過當然仔細的去對比它的規格 有趣的事情就來了 乍看之下差別不大的兩顆處理器 竟然在進階技術這裡有著不同 像10500就支援了V Pro 穩定影像作業平台方案 收入性能執行方案等等 這些都是一般消費者 不太會去使用到的專業功能 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像是學校的套裝電腦 如果是搭載i5的 基本上都會使用500代號 而不是400代號的處理器 就是因為對於這些技術的需求性 因為學校機構 對於遠端控制 以及安全性等等的功能 會更加的注重 這樣來看 對比10400貴個幾百塊的10500 好像就很划算了 貴了一些但多了很強大的功能 當然前提是你要用得到就是了 所以到這裡 大家應該可以大致的了解這個C246的定位 其實C246之上還有C600系列的晶片組 用於更高端的伺服器領域 而C246則是比較著重在中小型 入門級的伺服器定位 依然適合提供給個人搭建工作站的使用 那接著我們來看主機板的部分 不小心囉嗦太多 有點影響到影片的篇幅了 那我們回到主機板的部分 技嘉的C246主機板一共有三張 分別是ATX、MicroATX以及ITX 那我這次入手WU4 就是ATX的版型 手孔跟一般的主機板相同 所以可以相容於市售即可內 擴充性部分也是三者裡面最豐富的 那外觀部分 老實說我第一眼見到它外觀的時候 真的覺得它比一般主機板要低調許多 沒有像是很多電競主機板一樣 玩一些燒裡燒漆的視覺圖案 它的外型就是比較沉著的物實 黑色的PCB看起來又不會顯得俗氣 VIM散熱採用帶熱管的黑色旗片 造型比較典雅 那上方這裡還有一片金屬銘牌 上面標有Workstation的亮面字樣 好騷啊 晶片組的散熱片用簡單的斜像磕槽做裝飾 讓視覺上更有層次感 記憶體插槽的金屬鎧甲 整張主機板沒有任何RGB元素 老實說還蠻符我的胃口的 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專業感 帶點戀愛的感覺 它的外觀也是真的蠻喜歡的 那接著我們來看板子的細部規格 首先是CPU的部分 這張主機板一樣是採用LGA1151的角位 可以支援Zeon E系列的CPU 最後可以支援Zeon E2288G 8核實用線程 頻率打5GHz的處理器 而且這個處理器自帶P630內顯 主機板也可以支援影響輸出 所以拿來做4K引銀轉碼預料用途 它也可以勝任 比較特別的是 它也能支援Intel的第8代以及第9代Core處理器 所以假如你可能有9400F 或是8700K 也通常能相用於這張主機板 雖然應該很少人會用一般的處理器 然後特別搭配C246的板子來用 不過反正它就是給你額外的選擇 像我之後想假如拿它來組伺服器 但又暫時買不起自己用的話 那拿9100F來用也是很猛 那在供電的部分 它採用了8加4片的供電口 VRM晶片使用了Intercel的ISL69138 支援雙路輸出 最高達7項 那這張板子採用8加的相供電 從VRM晶片的規格來看 應該是從4加2擴充而來的 只是我沒看到主機板上有揹箱器 不知道是不是用避免的方式 那這樣的供電規模 一張定價接近7000塊的板子 很多人看到應該會想直接把它拿去燒了 太沒有誠意了 因為市面上相同價位的板子 供電要比它強太多了 不過之所以會這樣子 就要回顧到一開始 我們談到的定位問題 我們常見的消費級主機板 它為了提供強大的性價比 並且依應處理器的動態功耗 所以往往會將供電給往上堆 藉此來應付更高等級的處理器 盡可能的去釋放處理器的性能 哪一張板子價格便宜 並且供電用料強大的 就容易獲得消費者的青睞 而在耐用性的部分 就不會那麼的要求 畢竟大多數人3、5年就換電腦 零件更換的週期很短 所以耐久度夠用就好 把成本砸在堆料上比較實在 而伺服器主機板就不一樣了 一台伺服器,在性能足夠的情況下 起碼會用個5年、10年起跳 在這個過程中是24小時不灌機 不停的在運轉 所以穩定性就顯得非常重要 只要板子有問題 伺服器早已斷線 對於企業來說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損失 縱使你保修售後做的再怎麼好 你也會流失客戶群 那加上伺服器的使用模式 通常不會有讓處理器 需要短時間達到極限功耗的情境 大部分的時間還是會維持中低負載運轉 所以對於供電上的需求 自然就不需要透過堆料來達到高承載 而是以能夠長時間運行 並且保持穩定的能力來設計 這也是為什麼這張W4 它的供電看起來並不突出的原因 那我之後沒意外會拿它來做文件儲存伺服器 頂多就是上個6核心處理器 所以這樣的供電 對我來說是綽綽有餘了 再來記憶體槽的部分 W4最高支援到128GB的記憶體容量 並且支援ECC RAM 這也是這張板子的價值之一 伺服器時常需要進行大量的運算 但在電子系統的運作環境中 電子的干擾往往是存在的 而且在長時間的運算下 就會放大這些干擾對於運算結果的影響 而ECC記憶體就能很適時的去糾正這些錯誤 來避免資料有回損的情況 雖然ECC記憶體相對來說會更貴 並且因為要顧及糾錯 在速度上有受到影響 但是在伺服器領域中 穩定性及正確性為第一目標 這樣的功能是非常必要的 那再來我們看到Io的部分 這套特別的提示是它有給到雙鏈口 速度都是1G,並且支援了V Pro技術 所謂的V Pro就有自己的理解 它是Intel在伺服器領域上 所使用的一個技術平台 它提供一個高度完整 並且兼具安全性及便利性的管理方案 假如一家企業以及伺服器支援V Pro 只要設備出現任何異常 它可以不用需要有人員到場 全部由遠端控制來進行解決 並且也能對加密硬碟進行管理及密碼重設 簡單來說它的目的 就是要把伺服器的維護成本給降至最低 藉此來提升企業的生產力 那我關於V Pro的詳細內容 大家也可以去Intel官網那裡找白皮書來看 裡面就寫的蠻仔細的 那再來是擴充接口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伺服器的主機板 會比較偏向功能取向 除了穩定的運行 對於豐富的擴充性有所要求 像W4 總共支援4條PCIe 116槽 兩個MW接口 以及多達10個SATA接口 非常令人舒服 我們一個個來看 先說PCIe的部分 4條116可以提供有多卡運算 或是你有多個PCIe設備擴充需求的使用者 在一般的消費局主機板上是很少見的 大部分的高階主機板也就是三槽左右 那它的第一以及第三槽的白16 都是走CPU通道的 第一條是完整的白16 那第二條是白8 並且與第一條共享頻寬 那其他兩條走的四十晶片組 都是白色頻寬 然後它還提供一條幾乎快失傳的PCIe插槽 以免不時之需 而MW的部分 上面那條走的是SATA或PCIe白兔 下方那條則是PCIe白4 與第四條PCIe白16共用 這部分它沒有做獨立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我本來是預計可以裝一條高速的NVMe SSD 搭配了10G的網卡來實現在線剪輯 但是要因此去犧牲一條白16 總是會讓人覺得奶夜 這樣跟直接插PCIe拓展卡沒有兩樣 只是它是附贈在板子上面而已 有一些遺憾 雖然不至於不復使用 但這就是一個KIMO級的問題 那SATA接口也是這樣板子的看點 除了晶片組原生支援8個SATA之外 它還用外置晶片多擴充出兩個 總共10個SATA 等於如果拿來做NAS 不用裝任何擴充卡 它就能做10倍的NAS 這不叫舒服 那什麼還叫舒服 而除了這些擴充性之外 其實一張板子還有各種消費級主板掃線的功能 像是它這裡有一個板仔的USB3口 方便MIS做維護升級 SATA S3P口 可以用來偵測SATA設備的運作情況 板仔的Soundboard接口 可以連接Soundboard扣展卡 還有像是BIN裂腹以及串裂腹 這種光控領域上 時常會用到的傳統接口 它也都有提供 等於是你用得到的 或是你用不到的 它都盡量給你了 那以上就是這個C246 W4的所有內容 其實這張板子我已經入手超過半年有了 只是一直沒有時間來介紹它 然後我也是入手不久之後 就發現更新的W480上市了 在規格及擴充性上又更好的一些 不得不說心裡有點幹 不過伺服器這種東西畢竟是長久使用 差那一兩代的影響也不是很大 其實也沒關係 我現在就是這樣盡量說服我自己 那我關伺服器的內容 我之後還會陸續出影片來分享 大家如果有任何想法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那今天也分享差不多到這裡 我是Hu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